这块土地和它的地平线一样无与伦比 藏区的天空有它独特的趣味 远处在地球和天空连接处 苍白阴暗的流血 构划出地平线的轮廓 夏天这里绿草如荫 草丛中点缀着彩色的斑斑点点 野花在翩翩起舞 在地平线的远方 那是块无名地 惊奇便由此而生 在这个美国传教师的笔下 朗木寺仿佛是一个由神创造的迷人天堂 神将朗木寺打造成了微缩版的香格里拉 在这片藏区的天空下 孕育着多元的文化 这里是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相互交融的圣地 是藏、汉、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地方 是中外游客心中的东方小瑞士 朗木寺并不是一座寺庙 而是一座安静而风格独特的小镇 一条小溪穿阵而过 将朗木寺分为江南与江北 这条江就是白龙江 白龙江既分了戒 又连接了川、甘、二上 奇特的是 朗木寺就是由江北的甘肃和江南的四川 共同管辖 虽然行政上属于梁省管辖 但现实中朗木寺却有机统一 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伊斯兰教 无论是藏族、悔族、汉族 人们始终和谐相处 从没有跨界分野之感 如今法谷之声相和 礼拜之声相传 朗木寺用它博大精深的多元宗教文化 优美和谐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民俗民风 向世人显示着非凡的魅力 几千年来 关于朗木寺镇的离奇传说从未停止 朗木寺的原名叫达苍朗木 藏语意为虎穴仙女 据当地史料记载 此地有一石洞 洞内有一尊阿朗如人形的中午石 此地的地名由此而来 老祖母朗木居住过的洞穴被称为圣地中的圣地 在洞外 地下的泉水喷涌而出 而这正是嘉陵江主源之一的白龙江的源头 朗木寺被白龙江一分为二 江南是四川达苍朗木寺寺院 也叫格尔底寺 江北是甘肃陆曲县达苍朗木塞赤寺寺 两座寺庙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 中间夹着回族的清真寺 罗让达吉十三岁就开始在格尔底寺修行 在格尔底寺修行多年 达吉认为修行首先要修心 在他眼里 朗木寺创始人荣卿贾纳巴 更登奸餐便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 他第一师是从拉萨过来的 就是中哈巴大师的新川弟子 到现在就六百多年的历史 咱们寺院的背后有一个山洞里 有一个天然形成的 有一个吉祥天母 吉祥天母就是咱们藏语叫巴德拉姆 大虫是虎穴的意思 以前咱们这边很多的森林很大的 所以这边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老虎 老虎洞我们叫达仓 对刚开始有了这个拉姆和达仓 后来呢有了这个寺院 佳在格尔底寺与塞赤寺中间的 是朗木寺清真寺 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建筑 蒋女士的祖先在清朝年间 应格尔底寺高层人士的邀请 来到了朗木寺安居乐业 修建了清真寺 与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的是 清真寺能够灵灵星星地走上高原 是因为有数量庞大的信众作为基础 我听我们奶奶和我们村上的老年人讲 我们太爷爷他们那一辈的 刚刚的藏区落户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手艺人 他们很多都是保安组 保安组一个特点就是打那个刀子 腰刀还有我们藏地的那个马鞍子 他都是手艺人做得非常好 但是像我太爷爷他没有什么手艺 但是和寺院他们上面的这些 藏族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处得非常好 我们太爷爷几乎每天都在那个寺院金堂周围 就是朋友家里面 平时来的时候骑一头牦牛上来 回家要吃饭的时候 又骑牦牛回去 平时穿的呢 他都是藏族的那个藏服 戴的那个衫服很漂亮 然后就有一个珊瑚的腰刀 就是我太爷爷当时的那种标配 经常说 然后他进清真寺的时候 住礼拜的时候 特别是星期五啊 每个星期五都要去清真寺嘛 然后就穿那个汉服 干干净净的就去住礼拜 埃克瓦尔没想到 他回到美国后写的一本书 让许多西方青年知道了拉穆斯 从世界各地来到拉穆斯 寻找心中的香巴拉 拉穆斯街上随处可见 欧式风情的酒吧 咖啡屋 以及那些边晒太阳 边惬意地品尝酒水的外国游客 神秘的朗木寺 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佛国的门飞 而这里最具魅力的却是 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 从世界各地相聚在此 和谐融洽地相处 小曹和他的阿根廷男友 半年前无意间读到埃克瓦尔的书 便准备了这一趟朗木寺之旅 他的目光 被精致的凋梁画动所吸引 拿着相机拍个不停 正午的阳光炙热 正午的阳光炙热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徒步一组的热情 小张从成都徒步到朗木寺 一路上已经走坏了两双鞋 我从成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走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很纯粹 特别地干净嘛 可能是 也许这就是因为有信仰的原因 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可以说是咱们背包客们 向往的一个圣地 我觉得 转弯山顶上的佛阁 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位虔诚的老阿妈 磕起了长头 对于外来者 她完全视而不见 在这个迷人天堂里 人们不分民族的相互交融 包容彼此的信仰 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 来这里觅食 栖息的野生动物种群 越来越多 人与自然 在这里和谐相处 一条白龙江 将朗木寺一分为二 却融合了葬、回 两个和平共处的民族 喇嘛寺院、清真寺 各具一方的存在 晒大佛、做礼拜 小溪两边的人们 各自用不同的方式 传达着对信仰的执着 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 和艺术家来到朗木寺观光 朗木寺已经成为 西部极具名气的 国际旅游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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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 压着 山益旅游小镇